为了一款球鞋排长对花重金 那么在这样一股炒鞋热的风潮的背后 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参与其中呢 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交易的呢 方一鸣是上海的一名上班族 不过他家里的客厅卧室基本都被鞋盒占满了 从去年开始方一鸣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囤了不少球鞋 今年六月份以来由于价格疯涨 他也进入了出货的高峰期 像这鞋基本上就卖差不多了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吧 发售价才1899 但随着那个就是这段时间比较疯狂嘛 就是说六月份以后 这鞋子现在就差不多接近一万块钱了 在北京的唐女士 以前是开餐馆的 这几年她也加入了炒鞋大军中 唐女士告诉记者 进入炒鞋圈以后 自己前前后后一共投资了六七十万元 虽然有所盈利 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小 因为来来回回会亏钱会赚钱的 亏起来得割肉了 就之前比如说两天多来的鞋子 它只有一千多了 你也得卖 可能一双要亏个一千块 记者注意到 在某球鞋交易平台 几款热门球鞋的价格 最近都出现了回落 比如这款球鞋 从曾经的1.3万元 跌至6000元左右 而这款9月1号刚刚发售的新鞋 也从4000多元跌回了原价1000多元 业内人士表示 在炒鞋圈真正能够低位进入的散户 其实并不多 很多在高点接盘的买家 其实都面临着被套牢的风险 有很多的就是说白了 就是专业的投资者 他看到了这个市场热度 手里边比较有大量资金 他就去买这个鞋 那比如说市场 一共花3000双 然后2000双都在你手里了 那市场消耗1000双 那那个2000双价格 是不是由你来定了